8月1日 国家卫健委宣部已组建约60人的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近期到达香港 8月2日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7名先遣队队员抵达香港支援抗疫 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 对于内地支援队的无私帮助 香港市民对此纷纷表示支持 在港版方舱医院亚博馆和香港医馆局外 有香港市民挥舞国企和香港区企 拉起感谢祖国对港的关怀和支援的横幅 播放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很多香港市民表示热烈欢迎内地的医务人员 前来香港帮助香港抗疫 香港市民多谢祖国的医生来支援香港 感谢所有的医务人员 祝愿医务人员平安 其实我也支持 因为始终香港 内地可能看到香港政府 已经出现了一个资源不足 或者有些不足的问题 可能内地人员来支援都是一件好事 况且内地派来的人员都是一些去过武汉 进行过有关抗疫工作的人士 算是派一对最好的人来帮香港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多谢他们来香港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所以也帮助我们 感谢 是的 我认为 如果他们来帮助香港人员 因为这就是民主 所以我认为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疫苗 所以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帮助一人 都是好事来的 我们需要更多本地的检测 有一些国家的帮手都是可以帮到香港的 香港地方有势 人口有密集 所以就算很多专才 其实都是不够人手的 应该是很感激他们 是的 他们为了香港付出这么多 是的 当然是 他们很无私 付出这么多